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有价值 价值观 价值观要认知人为什么要活着 我们圣者 莲花生大师有一本秘藏 叫中阴解脱 中阴救术 这一个经典 在这个经典中 莲师告诉我们 我们人的生命体 有这么几个中有的阶段 什么叫中有的阶段 所有的正修行中 都是从一个点上开始的 这个点是什么 就告诉你原本你的本来面目 是如来 如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 如来的时候 你是一个清静中有身 也就是你一个透明的 无障碍的 空明的一个身体 这个叫清静中有身 那么六道众生 大部分时间是什么中有身呢 叫不清静中有身 那么还有一种 是静不静中有身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这个清静中有身 是什么中有身呢 一切的本质是空性 清静无染的 也就是说 你看自己的本质 看自己的本来面目 本质就是本来面目 我是清静无染的 那么我在看众生 也都是清静无染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 大修行人不见世间过 为什么不见世间过 因为他看到的 都是清静无染的本质 看到众生的本质 都是清静无染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一切的本质是空性 空性清静无染的 有清静无染的法性 展现出来的 是圆满的报身 其化身 这属于清静的中有 中有是中间断的拥有 就是从一个开始到结束 中间有个中间断 那么一切众生 对于空性清静无染的法性 本质迷惑了 就像六道众生 他不修炼 他误以为自己是被染污的 丢失了自己清静无染的本质 本性 那么这就展现出一种迷惑的状态 迷惑的景象 这就是处在一种不清静的中游 比方你现在一念觉 你是如来空性明体的 师父也是如来空性明体的 你身边的友伴 同修 也是空性明体的 你现在的当下 就是一种清静的中游身 这个时候你就是 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圆满报身佛 在圆满报身中 你去拿一杯水给众生喝 你是化身 你的身外有身出去做更多的事情 那是无量化身 这个时候清静圆满的报身佛 无量的化身佛就成就了 如果你能二十四小时 从此以后 永远安置在这个清静身中 那你就是已经成就了圆满报身 可惜的是什么 我们是自己是 以为自己是人 去贪婪 然后看别人 无非有的你对那个人是贪恋 贪爱 对你的孩子 对你的父母 对你的亲朋好友是贪爱 看到另外的人你是称恨 这是什么 这就是离开了你自己的清静身 不说你还看到了别人的不清静身 迷活了 颠倒了 执着了 这个时候你就是不清静的中友身 就是凡夫身 就是六道身 什么是静不静中友身呢 已经在修行道上的行者 还没有完全静除一切无名的迷惑 以及尚未正得极果的果味 不能完全展现出清静中友的现象 仍然有够然不静的中友显现 也会有清静的中友的显现 这个时候是静不静中友也就是当你在禅作 在修炼 在修成本尊身的时候 自己是金刚萨头 自己是如来 这个时候看众生也都是如来 这个当下你是什么 你是清静中友身 为什么用中友身 而不是说人身 中友身就是此时的那样子纠缠身 你在清静的心意作用下 纠缠来的是清静法界 以清静法界的量子组成的身 当然是透明身 这不是指的肉身的清明 是你的灵身的软件 换到清明软件的时候 你纠缠来的就是清明 清静中友身 等着你下了座 不修金刚萨头了 你看张不生也恨 你看众生也贪爱 看众生也称恨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又是一个不静中友身 这就是这种修行人 就是一个静不静中友身 那么不修行的人 他是不是也有静不静中友身 有 睡眠中 或者是突然一念间 前念段 后念 未来 当下一念清静 这个就是清静中友身 都有 众生都是如来 都有如来得下 但是他不能持久 他就是刹那刹那的 可能一秒钟 可能连一秒都不到的清静 但是我们修行者 你修行给力了 你可以用有违法 进去无违法 延续自己清静中友身的时间段 使他更长 不修行的人 没有这样的一个主观能动性 所以他很难达到 圆满究竟的清静中友身 我们这样不停地使自己的清静中友身的时间延长 而不清静中友身的时间缩短 因为你一天只是24个小时 所以你慢慢慢慢地 有八个小时的清静中友身 扩展到十个小时 那你不清静的中友身 就缩短了两个小时吧 最后有 再扩展到二十小时 你睁着眼睛 做事情的时候 你也是清静空友身 那你就离成佛越来越近了 离成菩萨道越来越近了 所以只有修行者 才有机会最终圆满自己的清静中友身 而不修炼者 永远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清静中友身 你只有修到清静中友身的圆满 你才托六道轮回 那么我们人生有牲畜中有 临终中有 法性中有 投胎中有 离定中有 睡梦中有 牲畜中有 就是我们从出生到现在 这样的一个身体 是一个对量子纠缠 你记住 我们修行一定要破除你对身的执着 你的身体无非是一对量子颗粒的纠缠体 它随时在改变着 所以它叫中友 不是永恒的友 你不要迷恋它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随时在变化着的 所以这个叫生时中有 生处中有 临终中有 你生命结束了 你要死了这个期间 叫临终中有 死了之后 还没有投胎的中间 叫法性中有 从法性中有 要去完成 49天之内 要完成投胎的 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 叫投胎中有 这是我们所有的生命都要经历的 生处中有 睡临终中有 法性中有 投胎中有 那你还有醒着的时候的中有 那么还有 当然就有睡眠中有 这就是普通众生都有的 连睡眠中有也有 那么 唯有禅定中有 是主动修行者才会有的 食宿的人他没有禅定中有 因为他不打坐不修炼 不持着不念经 所以他就没有一个禅定中有 没有禅定中有 就是凡夫俗子 有禅定中有 开始像圣人 这个贤人 圣人 智人 真人 也就是你要成为圣贤 你成为圣贤 你就是神明 你成菩萨了 你成佛了你不是神明吗 你成阿罗汉了你不是神明吗 观音菩萨也是这样修炼的 药师佛也是这样修炼的 所有成圣的八仙也是这样修炼的 玉皇大帝也是这样修炼的 这是神明文化对我们人生 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不修炼 你就是一大凡夫俗子 就跟畜生没什么两样 于是 你不知道自己要有一个禅定中有 通过禅定力的加持 使自己获得清净中有 中有身 远离不清净中有身 这是什么 这是价值观 我们人生怎样才是有价值的 今天你们评定人生的价值是 银行存折的马内有多少 我在社会上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这是错误的价值标准 真正的价值标准 是你是否有禅定中有 你才开始有价值 你是否介入禅定中有 使自己的生命 由凡夫俗子的熟人 向贤人 贤人是清净中有 更长时间 达到圣人的时候 就完全进入清净中有身了 达到菩萨这个智人这个水平 清净中有身就坚固了 达到这个 佛这个层次的 也就是真人这个层次的 它就永恒了 不单坚固 永恒了 永恒不坏 金刚不坏 所以大家知道 这是价值观 人生活出这样 才活出自己的价值 不要再看自己的存值 那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对世界观 宇宙观 人生观 价值观的改造 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每个人都必须 刻骨铭心地去改造自己